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VUE.js详解 我是你的天心讲师艾米 今天我们进入VUE.js详解的第三节 我们把它叫做VUE实例 为什么叫做VUE实例呢? 我们所谓的课谈来 这节我们最主要要讲一下VUE它的三个主要的特性 第一个构造器 第二个属性与方法 以及第三个我们创建一个实例 它的生命的周期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首先要说明一下 每一个VUE.js应用 它的起步都是通过构造函数VUE 好,VUE是个函数,一个构造函数 我们都是通过VUE这个构造函数 来创建的一个根实例 记住,是要根部的 那么它的语法是这样的 直接我们可以取个名字 VUE 好,它就等于一个new new 我们现在是那个新建一个对象 对吧,new一个出来 new 然后呢,用一个构造函数VUE 然后呢,现在给它创建出来 好 那么一个VUE实例 它其实正是一个MVVM模式中 所描述的一种Vue model 因此呢,我们会在文档当中 会经常去使用这个APP这个变量名 好,那么在很多地方我们都会用得到它 那么在实力化的时候 记住,我们在构造这样一个实力化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传入一个选项对象 好,一个选项对象 啊,那么这个对象是很重要的 它可以帮含一些数据 模板 挂载元素啊 或者方法 生命周期 还有钩子 好,okok 这些东西可能有点复杂 不够呢,我们会一一的去做一些详细的讲解 好 好,那么首先我们来搜一下 什么是属性以及方法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在实力化Vue的时候 我们需要传入一个选项对象 那么它可以包含的 它可以包含的 这个对象当中 它可以包含的东西 都会很多很多 那么我们只可以肯定一点 每一个Vue 它的实力都可以代理其Date对象 那么里面的所有的属性 它都可以代理它 那么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么一个例子 在这里 我写了一个Wonder.unload 好 在这里呢 我们的这个对象 Data对象 Data对象里面有两个字 一个是Name 一个是Edge 好 然后呢 在这里我们的Vue实力 在我们给它存储到App里面 然后里面 只有一个Date对象 OK 只要一个Data的属性 这个属性在这里了 然后呢 这个Data对象 那么这里 我们通过这个 这样一个操作的话 这个App 它就可以代理这个对象 我们操作它 也可以 我们可以操作它里面的Data 里面的任何一个属性 也可以直接操作它 就这么去说吧 我们的App 中的Name 好 Data中的Name 它是相等的 好 我就像这样来写了一下 那么App中的Edge 和Data中的Edge 它也是相等的 好 在这里我把它分隔开 我们可以看一下 App中的Name的值 Data中的Name的值 App中的Edge的值 Data中的Edge的值 甚至呢 我改一下App中的Edge 改App中的Edge 当原本是28 我把它改成30 那么我们看一下 App中的Edge是多少 Data中的Edge又是多少 然后呢 我再来用Data对象来改一下 把它改成50 然后我们来试看一下 它又变成多少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实例 OK 那么这一个的话 因为我们用的是Cancel 所以呢我们要把它拿出来 好 为了大家能够看得清 我把它独立出来 并且把它放大一些 好 我们会看到 它这里 已经明显地说明了 App中的Name 它是否等于Data中的Name呢 返回的是True 说明是等于的 App中的Edge 等于Data中的Edge OK 它是True App中的Name 它的值是Conan Data中的Name 它的值也是Conan App中的Edge是28 Data中的Edge是28 并且我们上面是用的三个等号 它也是对的 这是说明什么呢 这两个其实是同一个值 是同一个值 好 连类型各方面都是一样 好 App中的Edge 当我们在执行的 执行 执行 App.Edge等于30之后呢 App中的Edge就等于30 Data中的Edge也等于30 那当我们在Data中操作 当它等于50之后呢 这里又变成 AppEdge等于50 DataEdge又等于50 好 这个没有问题 行 那我们在接的往下看 这些代理的属性 它是响应的 如果在实例当中之后创进添加 那么它不会再触发到仕途中的更新 那么除了这样一个实例 它除了暴露了一些有用的属性和方法之外 它还暴露了一些属性之外 还暴露了一些方法 那么这些方法 它都有一个前缀 就是什么呢 Data浮 那么以方便来代理一些数据属性的 以方便跟数据属性作为一个区分 作为一个区别 好 比如说吧 我们就这样来看一下 我们还是在这个实例当中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下面这里 如果我在这里有一个EL OK 我给一个EL 并且呢 并且呢 我给它的值 是什么呢 比如说 警号APP 好 在这里有一个了 然后呢 我们在前面这里给它一个DIV 然后呢 给它一个ID 就等于APP 好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下面 OK 把上面的这一块给它遮住 好 好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EL APP 好 我们看一下啊 在这里 我用APP 点什么呢 Dollar EL 它得到的是什么呢 好 它相当于我们来个Document Document 它相当于我们来个Document getElementByID 好 然后也是找这个APP 行 我们把它给它Console出来看一下吧 好 我们把它Console出来 好 我这里一刷新 我们来这边看 我们发现 它最下面返回了一个True OK 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 这就说明 这一块 我们直接就可以用得着 好 那么 这就是Document的说明了一个什么 其实 它的方法 其实跟我们的原生结实的方法 是一模一样的 好 那么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属性 也方法 属性也方法讲完之后呢 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 实力生命周期 VoE实力在创建时有一系列初始化的一个步骤 好 例如它需要建立数据观察 编辑模板 创建必要的数据板定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也将调用一些生命周期的一个钩子 OK 这个钩子 能够给自定义的逻辑提供一些运行的机会 好 那么我们 简单的来看一下 简单的来看一下 它这个图示 在这里 当我们在创建一个实力的时候 当我们创建这样一个实力 然后呢 我们就 我们在这边 一段初始化的事情 那么它就会建立第一个钩子 这个钩子叫做create钩子 好 这个create钩子呢 它就是在实力创建之后来自动调用的 这是一种自动调用的一个钩子 好 那么在不同的阶段 将会有不同的钩子 比如说在这里呢 before complete 好 在编译之前的一个钩子 在编译之前的一种钩子 后面呢 还有什么呢 编译完成 它也会有些钩子 再下来呢 但准备好了 在这文档当中 它是否准备好了 好 准备好了 它又是一个钩子 如果我们要销毁我们的这个实力 好 我们要销毁这个实力的时候了 它还会有个钩子是什么呢 before destroy 好 销毁之前的 当然 还有销毁之后 它都有一个这个钩子 那么这些钩子就决定了我们整个实力的生命周期 如果是看不懂的 没关系 到目前 我想说的是 你不需要立刻就明白所有的东西 不过 不过 现在 就引入这一个图片 那么相信对以后 大家会有帮助 那么 其实 这这样的一个图 它整个 运作过程当中 它就是这样一个 它就是这样一个顺序 好 好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三节 VoE实力 问题 好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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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